上癮食堂 晚安 歡迎來到上癮食堂 我是主廚賢忠 你想要吃盛凍是嗎 好的 那我今天特地為你做一道 這邊準備了里肌肉 這邊呢 我們用 廚房紙巾 將它的水分 充分的吸乾 這時候呢 我們用刀子 將它的筋給切斷 這樣子呢 比較不會 因為在高溫油炸的時候 捲縮起來 拍打一下它的 脂肪 這時候我們可以 撒上胡椒跟鹽巴去入味 另外面也是 這時候我們靜置五分鐘左右 讓這個味道可以吸進去 好的 我們把入味好的 里肌肉 裹上這個 低筋的 麵粉 好的 我們現在沾蛋液 再裹上麵包粉 油溫目前看起來差不多了 我們油溫在一百七十度左右 哇 聽到了嗎 這清脆的聲音 我們這個油量 其實不需要太多 就是剛好可以蓋過豬排就可以了 差不多變金黃色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撈起來囉 哇 金黃色的 看起來很可口 把油沥沥沥 切完豬排後呢 我們現在來做醬汁囉 好的 差不多的份量其實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開火囉 好的 接下來我們下我們的 柴魚高湯兩百五十CC 日式醬油五十CC 味淋 味淋五十CC 這個洋蔥看起來差不多了 可以關火然後放豬排跟蛋液囉 好的 撒下我們的蛋液 一顆蛋的份量 把鍋蓋蓋上 把鍋蓋蓋上 讓蛋液燜熟 嗯 非常漂亮 這邊有白飯 我們把醬汁呢 撒一點在白飯上面 這個蛋是重點 呵呵 最後呢 我們再撒一點 蔥花 將將 我們點擊 -,平日後 誒有意思吧